假如灭霸的响指,消失的是另外一半人,结果会发生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 剩下的英雄呢还能穿越极其无限宝石吗? 谁会为灵魂宝石牺牲,谁会打这个响指,把消失的人带回来? 灭霸的一个响指过后,美队,雷神,黑寡妇,安娜博士,奥克业,战争机器,火箭浣熊,甚至包括鹰眼,金队,星云以及钢铁侠,一个个化为灰镜 在复联四周,强阳齐齐六颗无限宝石,步骤有为以下四步 第一,从不同时间线上定位出六颗无限宝石,拥有苏瑞局长和银河护卫队在 除了灵魂宝石之外,其余都很易得到 第二,制造出可以穿梭量子时空的大型机器 虽然钢铁侠不在,剩下的人制造机器的能力稍微困难 但毕竟还有皮姆博士,苏瑞公主以及塞维格博士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皮姆博士更了解量子空间 第三,入籍不同时间线的无限宝石 英雄们先来到2012年的时间线 奇艺博士见到古艺法师,拿到时间宝石 提供一些建议和帮助 空间宝石也简单,尼克弗瑞能提供信息 空间宝石一直在神盾局 精灵宝石也不是问题,就在洛基的权杖上 现在还剩下着三颗宝石,就要看银河护卫队的人了 惊觉可以从年轻的自己那里,投走力量宝石 见识宝石这些年一直在收藏者那里 他们可以从收藏者那里得到 最后就是灵魂宝石了,在无限战争中 没把打枪指之前,星云提到过灵魂宝石的位置 怎么让德拉克斯,格鲁特还有螳螂女去拿这块石头 不过想要得到灵魂宝石,必须得牺牲一个人 大概率应该是德拉克斯从这里跳下去 他死掉应该就能见到他死去的家人了 那么最后谁来打出这个响指 雷神,浩克,经济队长都不在 身体素质最好的是黑豹 魔法能力最强的是旺达 但这两人不管谁来打响指,可能都会牺牲 所以综合以上来看 如果面把响指留下的是这一半的人 他们翻盘的可能性有 但肯定没有另外一半人的成功率高 感谢观看